你放心吧 好好好 这谁 这没事胡说八道的 你好 我赵刚的 我是赵刚的呀 这还能有假吗 我是赵刚的 小徐传说我未对前逃了 我到哪儿前逃去 我有经费吗 我就前逃 别听他瞎说 是吧 你这不知道谁没事 这吃饱撑得胡说八道的 喂 说话 喂 电话拿错了 喂 哪位 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 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 你哪位呀 小鹅贷款 你去一边 这怎么着 这谁也吃饱撑得这造谣 干啊 什么都气毁了 王小剑 你是不是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王叔 别生气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哎呀 干嘛 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 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你 王叔 你看你这话说的 有啥事你说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你什么人 哎 今天小区 有人说你闯祸了 你知不知道 对呀 还说你什么 要为罪潜逃 对呀 为这事我媳妇手都弄破了 是不是 谁说的呀这事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 就是他 八老陆 这事是你说的呀 一粘 来 你过来 给我 你不刚才说了吗 大人不计 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你要这也想拈的 你择下后屁股两下 行不行 你干 不要 你给我 我屁股卷了 我穿一下 你卷一下 我也算为您好 行了 你过来 王小切啊 你说你没事你是吃饱了 你怎么的 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好啊 好你没事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 我惹什么祸了我 大姑父 你今天早上 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是啊 旁边有人看着吗 没人呢 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谁能证明 这老头不是你撞的 哎 哎 不是 不是 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是他倒了 我把他扶起来 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送到医院 你给人留下姓名 电话 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医院让我留的呀 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 完了人医院说了 回到他家属来了 再把钱还给我 你怕了 他还你钱 怪不得二姑说你颜值挺高 智商为零零 你选什么话 这是胡说八道 那大姑父这是做好事 爷爷 你不仅颜值不高 智商为富庶 这大伙说 我要有一点智商 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 我这个颜值 能帝还不如我 你还不如能帝 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啥呀 黄鼠狼下号 一窝不如一窝 喂 别吓得你 你单说一遍 好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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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 别着急 别着急 关于下号子的事儿 咱以后再说 来来来 黄鼠你坐这儿 黄鼠你过来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担心我 怕我被别人给额上了 不是担心 你已经被人额上了 别胡说八道 不是 你们俩不信呢 大鼠 谁遇上这事儿不跑啊 不躲呀 你还往上冲 不是 我不冲怎么的呀 我这是做好事儿啊 我还告诉你 王老倩 我矫正不怕邪歪 对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邪 里边要是有沙子 个死你 正在那儿胡说八道 没事 别瞎说 不是 爷 大鼠 你们不信是不是 就不信 大鼠夫 我让你看看 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还后果 爷爷 天天后果 求你点事儿 麻烦你一下子 干什么 你躺着 我 从现在开始 你就好比是昏倒那老头 我就好比是你亲孙的 还好比是我亲孙的 我有你这样的孙子 我都算贝比 你知道吗 还好比 这倒霉的玩意儿 知道吧 就为了揭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合 行 你夫那个老头躺哪里边呢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行 咱老师 老师 老师 你别躺那儿 你躺那儿吧 我给他服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那个床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 多凉啊 这接地气 你躺过医院里边 你躺过医院里边 你躺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哎呀 我的爷爷呀 我还没死啊 你别说话了 这 爷爷 这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我 我没撞倒他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 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你瞎说 我爷爷这辈子 除了睡觉就没倒过 你一个月挣多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呢 挣三千块钱就敢付老头儿 爷爷 你碰你哪没好家 三千块钱你别打鼓 五千起 放屁 你拿我当转爷碰词的了 是不是 爷爷 你别说话 王小倩 你别在这儿胡儿八道的 那你那意思五千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 像我这种挣三千的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不是 那个大伙子 你现在挺往下眼啊 你别管你挣多钱 是不是你撞的 怎么是我撞他 他倒地上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他自己倒地上的 他怎么倒的 怎么倒的 来 王叔 你配合一下 你先躺下 停 大家是我看着了吧 是他把我爷爷给撩倒的 拿钱吧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那请问 王小倩 你这不害人吗这不算 王小倩 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害人哪 我告诉你 王小倩 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 倒地上不管 明白不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讹什么讹什么 人 就得干点人该干的事 王叔 你这咋的了 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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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王小倩 你怎么改对这个呢 我给我大姑姑说说法呢 你帮我现身说法啥 大姐夫快走 快跑了 等会你家属来了就跑不了了 哎呀 你这孩子放心 家属来了也不能像王小强那么顺子 哎呀 王叔 我打听过了 他家是没孙子 但他有个女儿 有女儿怎么了 你们还有女儿咋的了 大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不是 那我就继续献身说法 王叔 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这个味儿还不宜我了 你说 你拿来 拿来 你看这 拿来 谁把你装成这样的 是谁把你扔到医院不管的呀 不是 是这样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哥哥 哥哥 不是 那个 那谁 你先松手 我 我 我腿刺用 我跟你说 哥哥 你不知道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 可现在你把他装成这样了 不是 不是我把他装 我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怎么着 你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娶我 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已经结婚了 明白不 大姑父 这事我替你扛 别提了 别提了 我不是在这社区喷泉下面那儿溜的吗 就看那个喷泉下面那水石子边 那有人在那吴吴喳喳的 我就过去看看热闹 结果看一个人在那旁边 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他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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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顾看他了我也没出现 哭喳喳的我就掉在池子里去了 就看上来这个人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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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人我知道 他有时候经常喝酒 他一喝多了就在那数数 多亏那水池子里没有多少水 哎呀 还得多亏这位姑娘 应该不要 是她把我给救上来的 哎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说我爸 客气啥 谁看着这种事都应该帮一把 不行 那我也给好好感谢你 这样 你要实在想感谢我啊 就帮我找一个人 找谁啊 你们物业公司我叫赵刚子的 那个 这位女士 你找她干啥呀 就是她把我爸送去医院的呀 所以我要来找她呀 所以你要干什么 从小我就失去了我的妈妈 只有我跟我爸爸相依为命 我爸爸说了 以后嫁人就要嫁这样的好人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如果她不嫌弃 我愿意嫁给她 那个 她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 我跟你说啊 小妹妹 赵刚子救你爸爸呢 是她应该做的 我告诉你 现在像这样的好人非常多 回去告诉你爸爸 她不用谢 另外呢 你跟赵刚子在一起不合适 她比你大多了 不会吧 我听说她没比我大多少呀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还不相信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她就是赵刚子 啊 多大多多了 也在结婚 着 labels 我得 Ol you ı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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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ư 보세요